第九题 下列家庭中常见的电源插座的图示 配线方式及电压大小 何者完全正确 我们晓得220伏特的插座它是三孔的 所以选项珠画两孔是错的 那么选项C虽然画的是三孔 但是呢 我们的220伏特是要接在两条活线上 接两条活线才是220伏特 如果是一条活线跟一条中性线 那么它就是应该是110伏特 所以呢 C的图也是错的 那么所以也因此 B图也是错的 因为 B图呢 它画的是三孔 三孔是220伏特 那么接在两条活线上就是220伏特 所以呢 B图的出现的是220伏特插座的样子 而不是110伏特 所以呢 我们只有选项 A是对的 它接在一个活线 一条中性线 这样出现的是110伏特 双孔的插座 而且这个插座上面的孔呢 有大小 比较长的孔呢 是接在中性线 比较短的孔呢 是接在活线 所以呢 我们只有 A是画的是对的 所以第九题问我们说 电源插座的图示 配线方式及电压大小 何者完全正确 我们的答案呢 要选的是 A 接活线跟接中性线的双孔插座呢 是110伏特 我想给大家按下来点 按下熱的孔呢 是真的吗 对这种是安基底创的孔呢 是真的吗 是真的吗 按下来点儿图示 电压大小的孔呢 谢谢大家